各位貴賓 親愛的弟兄姊妹 還有親愛的至親好友 大家好 很感謝大家的得意 我在農總歷經了 實習醫師、職業醫師和主治醫師的職業生涯 在陽明大學也擔任兼任教師 今年是第16個雲頭 那我的兩個兒子都是在總統出生 大兒子是新生人的時候 曾經受過楊靖宇醫師的照顧 很湊巧的楊靖宇醫師 就是今天介紹浩瑞和永漢介紹的大貴人 我兩個兒子 都在同種接受 洗洗醫師、PGY跟住院醫師的訓練 大喜婦也在榮種接受 洗洗醫師跟PGY的訓練 那二喜婦也就是今天的新娘永畔 她也剛剛完成榮種兒童牙科的專徵PG訓練 所以我們全家跟榮種和陽明 有很深的焉緣 接著這個機會 我要向在場很多榮種跟陽明的師長和貴賓 我要向你們說 我真的很感謝你們 謝謝你們 這段時間 以來的指導和教導 謝謝 孩子交往的過程 讓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 是發生在浩瑞跟永盼 剛交往的時候 浩瑞也很酷愛衝浪 那大家知道衝浪是需要好的天氣跟一個浪廣 那有一次她判了好幾個月 好不容易有個不用值班 然後又判到一個衝浪好的天氣 她起個大早 然後就到永盼家借永盼 那兩個呢就搭捷運到台北車站 轉車往伊蘭的火車 結果快到頭江火車站就目的地的時候 永盼接到家裡的電話 她一言過世了 那她必須要回去 結果呢 陽光上面呢 像歇了歇了啤酒 她等了好久 然後呢 已經到目的地了 但是 貼心的永盼 看到浩瑞 她覺得她有點無奈 她很懂事 她就說 那你就繼續你的行程 我自己回去 那浩瑞看著她衝浪了幾秒鐘 她連車站大門都沒出去 她就買了兩張回身瓢 陪著永盼回台北 她知道這個時候永盼最需要的就是陪伴 她知道這個時候永盼最需要的就是陪伴 很深的經歷 也是我們這個家的基礎 我和鄭文修都是基督徒的家庭 這段日子以來 真的很感謝教會的弟兄姊妹 你們的扶持跟帶導 早上的結婚聚位 還勞翻很多的聖徒來服侍 願主的祝福清早在你們 和這對西南身上 還有為了參加這對婚禮 我聽說有些至親好友 Sedle就Sedle 還有買Hondo就買Hondo 忙得不可以開交 也花了不少時間 所以我和我的妻子真的非常的感激 我們和其有幸 有你們真好 最後想謝謝各位的光臨 謝謝 謝謝 靠播這個故事呢 我真的有一個懷疑 宜蘭車站的站長們 跟爸爸有著深厚的友情 不然怎麼可以把這個畫面 描述的微妙無俏 但也看得出呢 我們的永判 他這個名字 其中有個字叫做判 判著判著 判到一個對的人 一個對的陽光男孩 那麼接下來呢 就由我們今天的女方主婚人爸爸 也親自的準備一些暴雨 要來感謝現場的所有掌聲歡迎 各位親朋好友 各位弟兄姊妹 大家平安喜樂 這兩天中南部好雨成災 求主保守救災順利 感謝中南部的親朋好友 不為風雨 親自來為兩位新人祝福 真的是風雨固人歸 歡樂見真情 我今年六十歲 對人生已經有相當多的歷練 我很清楚 我只是一個普通的瓦器 但在我的裡面 卻裝了一個寶貝 就是神永遠的生命 所以我如今可以活出神的生命 成為一個有用的器 為什麼我可以有這麼有把握呢 是因為我的大女兒陳永漢 我很喜歡小孩 所以我和內人結婚後 就非常努力的生小孩 但是經過了三次重大的挫敗之後 我心死了 我放棄了 我以為我這一生都不會有小孩 所以當我的內人自然懷孕生在永漢時 我心裡非常的清楚 這是主做的 不是人做的 人已經走到了盡頭 就是神的起頭 對我而言 永漢就是神愛我的標記 看見永漢就是看見神的愛 神借著永漢告訴我 神是信實的 祂給我的應許永不落空 神借著永漢安慰我 變化我 讓我裡面的生命持續展大 祂也是我這華氣裡的寶貝 如今我很樂意將這個寶貝 將付給邱浩瑞弟兄 我很放心 因為浩瑞也是一個對主絕對的人 我相信他會用生命和一切來愛永漢 而我也可以跟浩瑞保證 他不會後悔 因為永漢裡面也有一個寶貝 把寶貝娶回家 主耶穌必然會保守他們全家 把一個寶貝女兒嫁掉 心情是很複雜的 一方面為他高興 主耶穌為他找到一位蜀天的伴侶 一起走蜀天的道路 一方面也很不捨 因為以後下班回家 就再也看不到 盼盼躺在沙發上滑手機耍廢了 無論如何 再次感謝各位貴賓 各位親朋好友 各位弟兄姊妹 請大家一起敬請享受今晚的婚宴 祝福大家 平安喜樂 謝謝